7月18日上午 A小姐和警長本身都沒有被分開處理 他們仍在同一個寫字樓工作 還在同一個寫字樓工作? 即是沒有隔離了 沒有隔離 一起工作 當時在7月18日早上 她遇上跟被她投訴的上司一起去談公事 當時這個上司在談公事的期間 下體不斷搖晃 很快地搖晃 還有一些猥瑣的笑容 面對著A小姐 我想任何女士看到這樣的情境 都很清楚意識到 這是一個性騷擾 接著又發生了什麼事? 接著發生了什麼事? 當然被性騷擾之後 A小姐即時向她的主管作出投訴 但是主管是不了了之的 最後都是大事發小姐想撒走這件事 結果這件事沒有開補調查 沒有開補調查